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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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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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意思 这样听 很清楚 看看非常多人的 不會這樣用 他買手機的時候 縱使有一個耳筒在這裡 可以塞進耳機 他們從來都不會用 他們覺得不舒服 我當作聽收音機 為什麼要塞進去呢 那就沒辦法了 我一直試不同的麥克風 我就要求不只是大小聲 我要求那個 sound quality 究竟好還是不好 這個是我有些要求的 如果純粹聽大小聲的話 你就推大 聽到最盡就是這樣 我也沒辦法 我已經叫得很盡 後都拆了 我唯有繼續對我自己的這個影片 音質素的內容有個要求的話 我就 選一些好一點的麥克風 不是純粹選大小聲的麥克風 很快就壞了 第二呢 就是那個 sound quality 真的不行 是拆的 雖然很大聲 不過用到拆 我覺得就 會虐待我自己 首先要過到我自己的關 虐待我自己的耳朵的話 我就不太願意接受 希望大家可以明白 正題說什麼呢 今天 說中國大陸的防疫措施似乎有一個很大的轉變 你看得到 我都說了幾天 今天有些實質的東西 出來了 大家都知道上個星期 一年幾天有席捲全國的白紙運動 在軟硬兼絲的情況下 似乎已經沉寂了下來 有個後續的發展 各地放寬核酸的要求 我看到人民日報有很詳細的 即是說北京 究竟是怎樣放寬法 究竟這三年來這個鎖國的政策 處處設防的封城封區的政策 會不會一夜之間會變化取消呢 有不同的消息 例如Reuters 路透社就說北京最快在 星期三 即是明天 公佈新一輪的放寬措施 那麼那個放寬是怎樣的呢 就說在明年的一月 明年一月 還有大概三個星期左右 將Omicron 這種病毒的管理級別 由最高的甲類 降到普通病毒級別 甲類 降到普通病毒級別 跟流感的差不多 官媒 新華社也有個社論 最困難的時期已經走過了 新華社 Omicron病毒現在是減弱 然後就說 堅持就是勝利 堅持 必將勝利 現在就把這個勝利 說到中國 堅持動態清零 所以令到這個Omicron這個病毒 對中國人的影響不大 於是就可以放寬措施 堅持就是勝利 堅持必將勝利 永遠 偉大 光榮正確將勝利都歸功於自己 這個 暫時來說國家衛健委沒有回應 然後就說 首個承認Omicron病毒減弱的官員是誰呢 大家記得 就是孫春蘭 中國副總理 他是處理這個病毒的 最高級的官員 路透社也引説 習近平早前見歐盟的官員就說 Omicron致命性是較低的 打開了防疫的道路 跟其他國家看到的情況 習近平和歐盟官員對話的時候就說 最近的示威是因為年輕人 覺得這三年的防疫措施感到很沮喪 所以就 有這樣的反應 新華寫了一篇社論 他說優化防控措施 樹立抗疫自信 一開始就 第一句就說 Omicron病毒 致病性減弱 中國的防疫 面臨新形勢的 新任務 由孫春蘭開始 然後就習近平 當然習近平 內部講的 然後就到孫春蘭 然後就到新華社 這個 評論 他說三年抗疫的實踐令中國有基礎有條件有能力 打贏常態化的疫情 防控攻堅戰 武漢保衛戰 湖北保衛戰定調在疫情初期的大規模封城 取得 決定性的成果 然後呢 受到Delta 跟著 Omicron 這篇評論就證明 黨中央對防疫防控的方針是正確的 科學的 有效的 不知是否因為他的防疫防控令到Omicron出現了 於是就減弱了 他說全國的接種率已經是九成了 最困難的事件已經走過了 現在Omicron的病毒致病力在減弱 我們對適應能力在增強 堅持就是勝利 堅持 必將勝利 勝利是歸功於黨和國家的領導人 不要緊 我也有說過了 當今常 不發話的時候 不說話的時候 不改變政策的時候 科學家說一萬句都沒用 十萬個科學家 每人說一萬句都解決不了問題 只要今常說 Omicron減弱 這個攻堅戰已經 進入勝利的階段又可以新的階段的防疫措施 大家就會附和 大家就會一起來 有什麼新的措施呢 人民日報看到有一個很詳盡的 說法 說 因應 因應這個新的形勢 這個新華網人民日報也有報道 防控形勢 駱石國務院 第九版的防控方案 在20條優化基礎上 北京在 2022年12月6日 今天 我市核酸檢測 查驗實行以下措施 第1 進入商超 商場超級市場 商務樓宇各類公共場所 可不查驗核酸 陰性證明 數碼即 進入職學 不需要PCR 第2 進入社區或者村 那些小區 不需要查驗 核酸陰性證明 常住居民 可不掃碼 連碼都不用掃 不用PCR 不用掃碼 入網吧酒吧等等 KTV室內場所 堂食健身室 需數碼 又要查驗48小時的核酸 其他養老機構 兒童福利醫院 中小學都需要數碼 也要核酸 重要的單位重大活動 根據需要 可不需要 根據需要 確定核酸檢測的措施 等等 要優化 戴口罩接種疫苗 減少不必要聚集 幾乎不是全面放了 都已經放了一大半 這個是北京 北京帶頭這樣做 其他的省市都會陸續有禮 雖然你看得到 還有人排隊檢查核酸等等 在東北 零下下大雪的時候 我想這個情況 都是 底下不掌握中央精神 凡事所阻三分的結果 很快就得意糾正 現在的說法就是 北京在外面 核酸盛勢 基本上可能已經結束了 核酸盛勢 大家都明白 我想中國共產黨也是 審時度勢 知道 你再這樣運下去 是會 遲到爆大鑊的 白紙運動 白紙革命在幾天之間席捲全國 他都知道 人民已經去到一個臨界點 那個情緒 你再繼續堅持 不單止是人民到臨界點 不單止是人民到臨界點 地方官員都有抵制的措施 有抵制的情緒 你繼續這樣做的話 因為影響到他們的經濟收入等等 於是不得不 在這個政治壓力的底下 是放的 只要不危害他的政權 因為現在 人們上街就危害他的政權 就用 強力的部門去處理 放了 只要不危害他的政權 放又有什麼所謂呢 就放了 只要大大 發了話就解決了問題 是不是 好了 問題的關鍵就是到香港了 我們的黃泉醫生 真的情何以堪 我記得沒有多久之前 可能過兩兩個星期之前 去接受訪問的時候 他強調 大家記住 這個病毒不是重感冒 比感冒嚴重很多 黃泉醫生就反覆強調 大家不要忘記 我們三月的時候第五波 死了幾千人 怎麼對得住他們 說這件事是重感冒 我們不能夠跟病毒共存 不然就共赴黃泉 話音未落 北京已經改了 幾個禮拜之後就已經改了 因為全國有這個白紙運動 可見這個改就不是科學的 因為全世界都改了 你不改 不是科學的 你是政治的 香港也都緊跟中央 香港不改也都不是科學的 就是政治的 那就是底下的官員 包括黃泉醫生 就要拿這件事來合理化自己這個行為 所以 如果北京現在這樣 什麼都改了 就說普通病毒 突然之間 有 很嚴重的甲級的病毒 現在變成普通的病毒 我不知道黃泉醫生怎麼自言其說 為什麼無端端會變成 普通病毒 又是Omicron 我覺得香港記者就要問 當中國大陸宣佈這個是普通病毒的時候 特區政府是不是也同時要宣佈這個是普通病毒呢 是不是這樣呢 如果 當中國大陸很多東西都放寬的時候 香港是不是也要放寬呢 是不是應該這樣呢 台灣室外就不用戴口罩 台灣就很謹慎的 你看到 現在室外就不用戴口罩的 香港仍然維持室外口罩 同一種病毒 同樣是華人社會 你看到 台灣就一步一步走 雖然我覺得他們過份謹慎 北京現在就放寬 香港如何呢 看看黃泉醫生怎麼自言其說都好 那你都 在在證明一件事 他真的是緊跟中央 緊跟中央沒有死 不會死得人的 他可能會步步高升 繼續有得撈下去 但問題就是 折騰的 所謂 煩惱的 令到這個市民生活不變的 就是這些政策 我就放牆雙眼看看 很快的 如果 北京 今天已經開始放寬了 有些地方就不用PCR 數碼 數碼 入區以前是很緊張的 用燒刊器燒死了 燒刊死了大鐵鏈 不讓人出入 現在 沒有了 沒有這個 那些核酸檢測的 那些這樣的棒都拆掉了 這個核酸盛勢已經不復存在了 會不會回頭 我不知道 因為很多人都擔心 台灣也有這樣的反應 當你是處於一個 從來沒有大規模感染的 自然免疫狀態的時候 一旦 放寬了 會不會 很多人會感染 令到你的醫療系統會出事 即是究竟 即是在北京現在你看得到 那個疫情 本土的個案 是正在升溫的 其實 即是 不是正在降的 很多地方都有問題 是新增的 有不少的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 為什麼無端端 這個Omicron 會由這個甲級病毒 變成普通的病毒呢 北京怎麼自圓其說呢 北京這個自圓其說 自圓其說不到的時候 香港政府又要緊跟他 現在人家 突然間急煞車 你就撞車了 香港又如何自圓其說呢 香港 都是升溫的 早前去到 超過一萬宗 怎麼自圓其說呢 我就等黃泉醫生出來解釋 有沒有疫情記者會 近期 出來解釋一下 讓我們這些不明白 事情的 不明真相的群眾 不明事實的群眾了解一下 好不好 聊到這裏 我繼續支持我Patreon 繼續支持我 我心直有發的頻道 多謝你們收看 再見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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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 我愛你 愛你 親眼 phon君 聽我 你說 小便 我愛你 你 那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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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